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头聚焦 蓬佩奥从这个背景来说 应该是蓬佩奥参加了两个星期之前 美国保守党的会议 在美国保守党会议当中 星期六就是当时上个星期六 最火爆的是川普 这是肯定的 而蓬佩奥应该是在川普之前到达会场 而且发表了演讲 但蓬佩奥并没有跟川普有任何互动 原因就是蓬佩奥是在美国共和党当中 第一个提出竞选美国总统的人 那他的资历,他的背景,跟他的工作的状况 包括他在作为美国国务卿和美国CIA的状况来讲 应该讲跟川普配合的非常好 那大家要记得在川普出事情之后 川普出事情之后 在川普坚持认为自己大选是获胜的 在那个背景之下 蓬佩奥从他到欧洲去回来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就是有关政府 有关政府部门进行交接工作 蓬佩奥当时明确的说 我们交接 当然我们不需要什么交接 因为呢 我相信川普有第二轮的任期 那是一个很轰动 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 因为在当时 整个左派势力 就是整个选举结果 说是拜登获胜 川普绝不认输 川普也不让出白宫 那是当时的说法 大概12月份 而蓬佩奥作为国务院的 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院的人 那他拥有了运营美国政府 和对外交政策的一个绝对的权利 如果他也认可说 是川普当时获胜 选举获胜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新闻 而蓬佩奥当时 确实就这么直接了当 那等到了1月6号出事之后 蓬佩奥出事之后 很多人辞职了 那很多人辞职 但蓬佩奥拍了一张照片 蓬佩奥自己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那三个人拍过一张照片 明确讲说 政府在正常运作 这是蓬佩奥自己做出来 那政府的正常运作 表示了当时对川普的支持 他们并没有辞职 这是非常特别的 我们节目中都有报 包括一些反共的人 很反共 美国政府中很反共的人 当时同样也都纷纷离职 离开的人很多 这是他的背景 背景之后 那川普自然 处于低潮 那蓬佩奥宣布自己 要竞选美国总统 这是大的一个背景 现在呢支持川普的人 不一定支持他 这是没错的 那这是美国政治 自己的故事 我个人觉得 就那么回事 那每个人有自己的报复 对不对 说报复会不会成为报复 也是另外一回事 那说说这个 这个蓬佩奥是不是一定竞选成功 那都瞎拜 你现在说不上任何人 谁能竞选成功 人说为什么 谁都不知道自己急死 没为什么 黄泉路上无老上 所以很多在技术上探讨的人 他为什么心胸狭隘 就是他把自己放在万岁的角度 永远去设计自己的路 那他讲出来的话呢 就会很有局限性 没有什么对错 很多人去讲对错 一点意义都没有 但在美国政府当中 反共的那是 真的是蓬佩奥 拒绝中共的 中国不是中共 中共不是中国 是蓬佩奥讲的最清楚 真的是最清楚 当然跟他身边的一些助手是有关 这也是事实 所以这是一个 我跟大家介绍这么一个框架背景 那这篇内容呢 其实是发生的 应该发生在周末的时候 他在美国的 美国的那个保守党会议上 发表演讲之后 后来又跟美国之音当中 有一个互动 跟美国之音当中有互动 在互动中 他谈到了今天中国人 结果他说了一个 在评价中共的时候 他说了今天中共国人 是9亿到10亿中共国人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说法 因为大家知道 通常中共说14亿人 那后来这个法轮功创始人 李洪志大师明确讲说 打疫情的三年 就疫情这么走过来三年 在中共国已经死 有4亿人死了 4亿人遭遇了这样的故事 那很多人就去讨论 这个数字对与不对 多与少的问题 对不对 那中共的一切呢 都是封闭的 中共的一切本身都是封闭的 那因为我们看不到 他真实的资料 所以这是当时争论蛮多的 很多人就持怀疑态度 那紧接着 为什么拥有人类 那又发表另外一篇 被我们称为经文的 那那篇内容出来之后 对很多人有剧烈的震撼 因为这里面有着一生一死 那一死一生 就是人类背离了 当初神造人时的 真正的东西 真正的一种目的 真正当时的纯净 人自然就会被淘汰 自然会被淘汰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蓬佩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 在声讨着中共 点出中共邪恶的品质的过程中 却说中国人 对九亿到十亿中国人的影响 九亿那就是死九亿 死了五亿人 因为当时李洪大师明确讲 还有一亿人没死的 我们去跟大家分享 就蓬佩奥为什么这么说 那蓬佩奥为什么这么说 蓬佩奥是认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描述呢 知道中共的邪恶到那份上 对中国人的伤害程度呢 还是蓬佩奥又站在CIA 曾经的CIA的老板的位置上 曾经的美国国务卿的位置上 又有他自己真正的数据作为基础呢 我们并不清楚他是否有资格继续接受一些 美国安全的简报问题 但是呢 如果说涉及到国际上的问题 我相信他比你我更有资格看到相关内容 对不对 你如果在美国的政府当中 美国的相关的情报机构当中 也这么个说法 今天的美今天的中共国实际只有九亿到十亿 那蓬佩奥只不过顺口溜出来 那又未尝不可能 所以这是因为他没有一个解释 没有一个追问 他是这么个描述 现在是下面这段描述当中的故事 美国之音 他在美国之音发表演讲 中共比纳粹更大的威胁 对全球而言就是如此 我们不能忘记 这一切都在过程中 中共国人一直与美国欧美进行经济战 而我们不能 我们不想有另外一次冷战 但是你必须面对现实 他说习近平是一支另类的大谋 所有明白的人都知道 习近平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他的所作所为的一切 让人们不知道他在干嘛 他这里讲述是类似的 从他的角度 参与战争是一场正在为更大冲突做准备的 就是现在的战争 从经济开始 大外宣 战狼外交 你知道我们取缔了美国境内有史以来最大间谍行动 这是指在休斯顿 休斯顿的他的美国人强迫他的临时馆关闭 那是2020年吧 2021年2020年 强迫他关闭 那跟整个中共派驻到美国当时的太多人 却特别是进入美国各个大学 特别是去研究与生物战 化学战生物战 和人的生物工程基础的研究是相关的 所以当时在讨论病毒的问题的时候 就查到这些人 所以我印象是2020年或者2021年 关闭的休斯顿的这个领事馆 在关闭休斯顿领事馆的时候 另外一个讨论就是 旧金山的领事馆和纽约的领事馆 这是他讲了 所以这里面 作为当作为曾经的国务卿说 美国政府早就知道他们在为所欲为 一直到我们关闭他 使得中共在美国的间谍行动 倒退了若干年 那他的规模呢完全被缩小了 所以他认为我们西方文明必然会获胜 必须坚定的深思熟悉的领导 才能做到这一点 那今天中共产党掌控着中共国 那还在WHO里面 WTO里面 世贸组织里面 他说这太疯狂了 他说必须认清中共国 不是一腔情愿 只有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相信 中共国内部在演变着一种不同的领导层 所以他这里面意思就是说 压迫中共的来革命 来改变压迫中共国 对我们有好处 对9亿10亿中国人民也有好处 我们他们也不想对习近平现在所为所为 所作所为有着更多的关系 这就原话 所以这段原话 在现在说9亿到10亿 中国人民 那4亿人真死了 没了 还是死了5亿人 死了4亿人呢 通常说是14亿人口 但是他又提到9亿 是因为在之后 人们都认为14亿人口呢 这个数字是有问题 所以曾经说过中国实际是13亿 甚至不到13亿 所以他的说法就代表着 有4亿中国人没了 你怎么看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